一个社会必须成熟到 我尊重彼此 在进行整个社会行为 不是单靠严刑俊法 不是只要在国家公权力 可以造到的地方 我才愿意守法一下 台湾必须剖离这个时代 我认为台湾还有一段路要走 只有走到那个时候 权力才会从单单的资本上 变成社会现实 我想这些都是 我们应该要去关心的议题 也许从人权公约 如何让它真正变成台湾 不只是价值 还变成现实 我觉得这是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切入点 也是我觉得台湾公民人权联盟 至少我个人的角度 未来可以多多关心跟努力的 我们今天很开心 可以第三次邀请到林家河老师 来到我们法科电台 因为我们之前在促转星期四 还有在外送员议题的这些单元中 我们都有邀请过林家河老师 然后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又可以再次邀请到林家河老师 可以来到我们节目中 欢迎老师 各位好 主持人归智好 林家河老师是政大法律系的副教授 然后这次林家河老师是用 台湾公民人权联盟的李市长的身份 来到我们的节目上 这次就要来聊聊跟公民权有关的话题 公民权前一阵子很夯 因为前一阵子大家都在讨论 18岁公民权 要不要把公民权下修到 18岁的这个议题 那很可惜就是这个公投没有过关 对这个确实是蛮令人遗憾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 那大家就有开始讨论说 那到底公民权是什么 我想总是有公投是好的 因为有公投总是会去展开 这样子的讨论 那在这个讨论中 法白就发现到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对很多人来说 大家会觉得很多名词很像 可是好像有点不一样 会混在一起 譬如说有的时候讲人权 法律人有的时候会讲人权 有的时候又讲基本权 有的时候讲公民权 那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很像 可是好像又不太一样 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律 有的时候很像这个文字游戏 那既然取不一样的名字 表示它应该有一些差别 能不能请林老师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那到底这个公民权 它跟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差别 应该指的是什么东西 主持人刚刚提到了一个难题 概念上的难题 丹麦哲学家 齐克我说 所有哲学问题都是定义问题 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多半有一个工具性观点 当我们要诉求主张什么 然后很重要的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脉络下 我们会使用某一个名词 公民权在2000年前的 罗马帝国时代指的是那个自由人 OK 指的是可以参与公共生活 换言之有别于奴隶 有别于什么 对不对 那在17 18世纪 我们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指的是不是无产阶级 拥有财产自由的人 然后呢 木兰路民主时代 开始希望能够参与国家 我不再是被统治的人而已 我要变成统治者的一部分 对不对 那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必须说 公民权这个概念 就像刚刚提到的人权 基本权 甚至日本人最爱用的市民权 它的指色各自不同 但很多是重叠的 容许我用一个简单的定义 当作这个问题的结束的话 简单来说 人权我们会冠两个字 叫普世的 形容词 普世的 换言之 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 不论你是不是 那一个国家的国民 你都应该拥有 我们叫普世人权 基本权 比如说 Basic Right 或Fornamental 这个基本 通常指的是国民身份 换言之 他就预设一个出发点 就是 如果你不是本国国民 你没有本国国籍 你可能会不能享有 我说可能 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一种 绝大多数的权利 我们都不容许外国人享有 基本上已经 今天不是那个时代了 所以重点就在于 什么权利 例如外国人 什么条件下 不能享有 我们在这个称呼上 叫做基本权 OK 公民权 在他历史的定义 通常指的是 参与政治生活 参与政治生活 对 通常指的是这个意思 参与政治生活 那参与政治生活 第一个联想一定是 选举 对 被选举 就是选举权 对不对 或者去投票 或者是成为候选人 对 因为这个才是参与政治生活 因为这个很直接 对 而参与政治生活 在最近两三百年的发展 它是不断的朝开放 普遍 例如 英国最早 不但只有男性 而且只有年收入 在多少钱以上的男性 才能投票 以前是用年收入 最早 例如英国 瑞士一直到1970年代 才容许女性有投票权 这么晚 1970年代 1970年代 比台湾还晚 真的 真的比台湾还晚 那世界各国 大概走到20世纪 100多年前 才开始让 普遍的男性 不再分财产状况 不再分你的阶级地位 而有投票权 所以男生也不是一开始 全部都可以投票 也不是 一开始是有钱的 财产状况 那你就可以了解 一开始就在排斥 无产阶级 OK 无产者 那例如欧洲 比较早的女性 拥有全面的投票权 是在威马时代的德国 你可以发现 这种选举作为公民权 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世界各国历史发展 都是逐步一来 一步一步开放来 所以公民权 当然今天我们的理解 不会只有参与政治生活 它最早的由来 比较跟这个有关 公民权在德文或在英文 在德文叫做Bugger Bugger那个字呢 不但指公民 也指的是市民 所以日本人就把这个权利 在日本的汉字 称之为市民权 不用公民这个字 而是用市民权 那1896年 那么德意志帝国的国会 宣布了一个法律草案 叫做市民的法典 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民法典 所以民法典 同样的一个德文字 你换了一种翻译 叫做资产阶级的法典 有财产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 公民权要看我们谈哪一个脉络 虽然它最早跟政治生活有关 但今天我们显然 不会这么狭义的看它了 我们会认为一个 有尊严的人 值得有尊严的被对待 他所应该享有的权利 即便他在一个 自己没有国籍的那个国家 我们会今天来这样子描述公民权 那这样公民权的范围 是不是听起来 它其实越来越大 是 没有错 就不会像过去 有这么明确的这个区分 或者是差别大于的感受 没错 就像我刚刚谈到的人权跟基本权 基本权听起来 好像是外国人都不能有 有一个依照国籍来去判断 外国人就没有 越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你会发现 外国人跟本国人的权利 的差别越来越小 对 就是一个 进步跟相对落后国家的象征 如果你到了一个国度非常多 随便举例 就有外国人跟本国人明显的差别大意 我们就会说 那必然是一个落后国家 必然是一个相对不自由不民主国家 那倒过来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例如北欧 北欧国家在三十年前 就容许居留满一定期间的外国人 没有本国国籍 可以参与公职人员选举 真的 没有国籍还可以选举 只要你居留一定期间 最早当然是从选举权 后来慢慢开放到被选举权 从可以投票变成还可以参选 对 但当然在中央层级 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开放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不同的国家跟社会 会根据不同的条件 去思考这一个 外国人怎么样的差别待遇 是可以接受 或说倒过来 外国人跟本国人都一样 是必要的 在什么程度内 所以各国路径会不同 我想拉开来谈一下 因为很多的听众会觉得 为什么要给外国人一样待遇 像譬如说在台湾 有几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法律辅助 法律辅助在台湾 外国人也可以申请 那就会有人觉得 为什么台湾人的钱 要拿去帮外国人打官司 这很奇怪 帮外国人告台湾人 对 这这个很奇怪 那为什么我们要有 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是我们的资源 要用在外国人身上 这其实是比较进步的 我们有很多种理论跟讲法 在回答这个问题 那因为时间关系 融合几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叫做在地连结 基本上只要在地连结性强的 我们就会认为 不应该区分 本国人外国人 在地连结强 比方说 他对这个土地有贡献 例如在台湾工作 一定期间的人 他对台湾有贡献 那有些呢 就未必这个最重要 有些是以国籍作为一个 清楚的联系因素 它的重点在于 国民的共同政治意志 或甚至某一种 跟国家 甚至某一种民族 有某一种关联的 那他就会去排斥 非恩国人的外国人 比方说健保 健保呢 世界各国 包括台湾 以欧洲为例 你在欧洲 只要居留超过三个月 你就必须加入健保 而健保 就是典型的在地型团结 我不应该区分国籍 只要不是本国人 你即便居留 三个月以上 甚至一十年 二十年 二十年 我都不让你有健保 这是一个 刻意的切断 它的在地连结 这就是不对的 例如 它就不应该区分 对 比较麻烦 是我刚刚说的政治意志 因为政治意志 社会共同政治意志的形成 它代表的是国家产生 那个统治机制的来源 通常它很难想象 很大程度的扩及到外国人 所以大部分的国家 只要涉及到中央层级 中央政府体制 整个统治正当性的产生 几乎都会排斥外国人 不只排斥外国人 连外国的影响都不可以有 对 所以我们的政治现金 大家知道 不容许外国人跟外国团体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亲属的 所以我们会用这个标准 在地连结 涉及到公众政治意志的形成 涉及到统治正当性 等等来做区别 是可以抓到一个标准 是有一些脉络可以循的 对 那如果在地连结 是这些事情 是这些人在台湾有贡献的 那没有到底需要排除的 像健保 因为这些人在台湾有贡献 然后跟台湾人 很多是好朋友 健保这样的资源 他们在台湾有贡献的话 他应该让他们加入 其实应该要超过他们 另外一个常用的概念 就是人性尊严 当然了 这个也当然人言义书 也许贵志 跟我对人性尊严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也许不一样 对不对 那人性尊严也是一个常见的指标 我必须说 某一些例如选举权的排除外国人 向来不认为是人性尊严的问题 这比较容易被接受 那我国家 因为本国劳动市场的考量 我必须保护本国劳工的就业机会 我不太希望那么很多就业机会被外国人抢走 所以世界各国对于外国人到本国工作的某些限制 也被认为无色人性尊严 可以被接受 对不对 但如果换个角度讲 外国人在台湾生病了 那你交的事 我认你死活 那就不是人性尊严 对不对 但任何事情都会有临界点 对 比方说欧洲的庇护 谈到庇护 就我们说的难民 大部分的国家都有两种难民 一种叫我们熟知的政治难民 政治言论自由啊 政治行动啊 被追诉啊 被迫害啊 这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对不对 而另外一种难民就有趣了 另外一种难民叫做 如果把你遣返回你的母国 有害你的人性尊严 欧洲最大宗的这种难民类型 我不要各位贵姿 或是各位听众可以猜猜看 最大宗会是哪一种人 会认为自己 如果被遣返回母国 伤害我的人性尊严 但不是政治理由 不是我刚刚说这些难民 但你应该让我庇护 我告诉各位是艾滋病患 艾滋病患 对 因为世界上艾滋病罹患 最重的地区是在非洲 OK 而艾滋病要花很多钱 是 英文说 it cost 要花很多钱 所以很多非洲 不幸罹患艾滋病的人 到了欧洲就申请庇护 因为我回母国就是等死 没办法治疗 我没办法治疗 不管是因为医学技术 还是国家财政的匮乏 对不对 南非 现网法院有非常多艾滋病患 控告政府到现网法院 说治疗我的钱 政府应该帮我出 可是财政有限 对不对 政府没钱 对 所以有时候人性尊严 在欧洲 我刚才讲这个类型 是一个很大的争点 是 因为 死门如果一开 我们站在欧洲国家的 政府部门的角度来想 死门一开 那不得了了 大家都来看病了 全世界都跑来 欧洲国家看病了 对 对不对 看病你还要帮他出钱 OK 对 所以我必须说 人性尊严我们大概有一些描述了 但有时候事情也没有那么单纯 有时候是不好解决 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公民的这个议题 公民权的议题非常广 那像我们看老师有参加过非常多的研讨会 就我一开始认识林佳浩老师是因为 一边在前事务所做了一些跟公会有关的案件 对 那那时候是跟劳动法有关的议题 那后来在法白这边做促转行刑事的时候 因为转型正义的议题 又是老师 就后来发现老师还有做体育协会改革 就发现老师的这个守备范围超级广 又是劳动法 然后又是这个转型正义 那居然还有体育法 这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关联的议题 没有他老师这个学术非常远博 可以触角非常的广 还是对老师来说 老师会觉得这些领域看起来 虽然好像差别很大 可是老师会觉得 他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如果我们硬要说他有关联 我可以随便编一些很美好的名词 告诉你他有关联 但我觉得还是诚实一点吧 诚实是上策 应该跟我个人经历有点关联 我读大学跟硕班 事实上我都是专攻宪法 OK 专攻宪法 所以宪法一直是我最重要的 应该说学术兴趣所在 仍然是宪法 特别是国家理论 我个人1992年到1999年在德国 那有趣的是 我在台湾读塑班 读政大法研所 现在政大法律系硕士班的时候 因为一些缘故 我参与了劳工运动 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当时也当了1980年代末期 我也当了当时的台湾劳工政宪 虽然时间不长的 不算政治助理 所以我在硕班的时候 开始接触到劳工的议题 但不是我当时学术关心所在 可是我久未来去德国 我就想做一个 跟劳动者有关的宪法议题 不幸的是我找错老师 我找到一个劳动法老师 那台湾跟德国 跟日本都很像 绝大部分的劳动法老师 都是民法老师 并不是工法老师 我老师就叫我 从头开始读劳动法 所以呢 后来回到了台湾 我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的劳动法跟宪法的研究 大概是一半一半 这几年 我的宪法研究多于劳动法 我这几年做了不少民主理论的研究 因为民主是跨法律跟政治 至于体育运动是跟我从小有关 因为我从小就是运动员 老师是运动员 老师是运动员 这是哪方面的运动 我小时候是田径 田径对 到了长大是手球 所以我现在也是 中华民国手球协会的理事长 我也在田径协会训练组 然后手球协会 是我琢磨比较多的 我在手球协会大概也 我在德国留学时代就开始了 我在德国留学时候 也在打手球 参加俱乐部比赛等等 所以应该说 一些关怀 比较是站在我个人的出发点 我自己有一些经历的关系 所以我就有热情跟关怀 当然它都 所有法律问题都一样 它都涉及到某一种权力 涉及到某一种程序 涉及到什么是正当的 什么是不正当的 涉及到什么样的不正当 应该被救济被处理 所以某个程度 我仍然认为它有共通点 这是所有谈到权力 特别涉及到国家部门等等 那当然劳动不一定涉及国家部门 劳动往往是自己的社会对手 但它都是某一种权力地位 力量的力 所以我讲 都具有某种共通点 就是它的性质上是这样 是 像我们刚刚谈公民权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有提到说 它会分成基本权力 然后好像有些是跟政治有关的 那在讲人权的时候 会特别去强调 它具有普世性的部分 那普世性的人权 它就会出现一些 在国家的国家 这个时代 尤其是因为这个是全球性的时代 然后人民在各国之间流动 越来越频繁 或者是网路根本就没有国界 所以现在常常会有 许多的难题出现 像老师刚刚提到的难民 或者是会有移工的权益 会有跨国同婚的问题 像我们好像会发现 好像对于国家需要做的事情 会有越来越多的困难 譬如说 我们国家会面临到 越来越多移工的困难 或者是我们国家会面临到 像过去会有跨国的婚姻 甚至我们国家现在要去面对 就是我们开放同婚之后 那是不是会有跨国同婚的问题 所以那这些权利的部分 一旦涉及到跨国的之后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 哪一些权利是可以去普世 哪一些权利是不适合普世 像老师刚刚也提供给我们一些方向 那老师可不可以再给我们 更具体的一些说明 是 这当然是一个难题 我们也试图从很多不同的路径 去思考这个问题 像譬如说我们举跨国同婚好了 跨国同婚在讨论的时候 就会有人觉得 这个东西应该是各个国家 要自己决定的 但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是人权的问题 台湾如果要做人权灯塔 人权大国化 那应该要允许跨国同婚 可是又会有人觉得说 那如果我们这样冒人开放的话 会不会衍生出很多的弊病 譬如说假结婚 真移民之类的问题 确实也会有人用这样的帮子 去思考等等的 所以我想好像很多问题 一旦牵涉到国籍的话 好像确实是蛮困难的 是当然 容许我用一个欧洲争议很大的问题 来试图回答刚刚主持人 提到这个艰难的 必须面对的 德国跟法国 都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然很多西欧国家也同样面临 就是所谓的儿童婚 这些国家当然不容许儿童婚 毫无疑问 但麻烦的是 容许儿童婚的国家的人 到了德国 法国该怎么办 它的一个源起 主要是来自于印度半岛 印度半岛儿童婚非常普遍 甚至有很多儿童 各位可以想象 儿童婚都不是年长的女性 嫁给年幼的男性 不是 都是相反 都是年幼的女性 嫁给年长的男性 而印度半岛 因为我想各位听众 大家可以猜出某一种缘故 印度半岛 性侵非常严重 许多甚至性侵幼童 在印度半岛 有非常多的地方 省份 乡下 它的习俗就是 年幼的女童被性侵 就嫁给对方 就嫁给对方 不然他就没有颜面再活下去了 除非你嫁给对方 你只能嫁给性侵你的人 因为你已经失去真操这种概念 你只好嫁给把你真操夺走的人 只有这个才能解救你 不然你就该去死 台湾人听起来完全无法忍受的 极为传统 极为保守的观念 在世界某些地方 仍然是如此的 在印度半岛 有非常多的例子 都是女儿 父亲的女儿 被父亲的好友性侵 而父亲就强迫 幼女 很多案子只有八岁九岁 嫁给性侵的人 一旦这对所谓的夫妻 到了欧洲 欧洲人该怎么办 法国人说 应该不承认这个婚姻 换言之 你们不是法律上的夫妻 然后把男性驱逐出境 把女性 如果他愿意安置在我们国家 基于人道 我要保护你 保护那个女孩 对 德国说官方意见 我们深表遗憾 不能忍受 但是是你们的事情 这是我们说的 到底童话到什么程度 法国人觉得 法国人从法国大革命以来 全世界的道德 都关法国人的事情 法国人会不容许 我都不容许的 我也不准你们这样 所以你看 法国会出现 警察 安全人员 拿着步枪 到海滩去取地 穿 Bikini的伊斯兰女性 Bikini 不是Bikini Bikini Bikini Bikini就是 伊斯兰女性的泳装 全身都包起来 只剩下脸而已 法国人说 这是不能道的 我要帮你解放 德国人说 你们这样不应该 不过我尊重你 所以这是一个难题 我们要尊重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那我想也许 贵志 也许我 也许我们听众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想法 我很喜欢在学校上课 问同学这个艰难问题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看 如果你是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假设这一对 儿童婚的来到台湾 对 那台湾怎么办 这真的很棘手 我会相信台湾政府说 你们赶快回国吧 不想处理 我们不敢处理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说 这是一个难题 在一个今天 跨境移动这么普遍的 对不对 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样的本国人 跟外国人的差别待遇 是容许的 跟回答 什么样的本国人 跟外国人 都要平等对待 是必要的 各国都非常的头痛 非常头痛 因为就像刚刚举的例子 我个人完全主张 台湾应该通过难民法 但很多人就不断在问 那有人有假难民进来呢 对啊 有第五重队进来呢 第五重队是指 最暗的 间谍假扮成难民进来 对 台湾最有名的事情之一 就是当中国政协委员 非常有名的 香港跟中国的红人 叫向华强家族 曾经想要来台湾 移民台湾 是 把大家吓死了 是 一个红到不能再红的人 来说 我希望到台湾来 几乎很难让人家 不想象他的动机是什么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还是会认为 其实应该站在一个 比较人道的立场 去思考这些问题 并不是所有外国人 都绝对不能做差别待遇 我们就有个非常重要的人权 哲学的理论 叫做 Right for justification 叫做要求合理化的权利 有一点像 孔老夫子说的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如果任何对于外国人的限制 用在你本国人身上 你也觉得不能忍受 我们就说 那他不符人权要求 OK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比方说 我基于某一种理由 外国人来到本国人 某一个工作 最多只能做六年 最多只能做十二年 我们现在可以开放到蓝领 开放到十二年 我们会说 如果用在你身上 基于某一些理由 你应该也可以接受 我们就会说 这个限制可以 可是换一个角度 台湾在二十年前 是在城局 老老会主委的时候 废掉的 我们在二十年前 近来台湾的移工 女性移工 每半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 还要验孕 要验孕啊 要验孕 听起来好像很好 帮人家检查 听起来好像很好 其实是检查 没有怀孕 对 然后验寄生虫 验传染病 有趣的是 六个月前我没问题 六个月后我有问题 我想请问各位 这个传染病跟寄生虫 是在哪里得到的 台湾得到的 台湾得到的 一定台湾重的啊 可是我们 过去的做法就是 那就驱逐出境 这就是不服人权 这很奇怪啊 对不对 台湾不干净 不是他们 就是台湾不干净啊 对啊 你说说 入国前检查不过 很多国家 入国前特定的检查不过 不让你入境 大家也许觉得有问题 但很多国家都这样做 它是个为了维护 国民健康所必要 请问你不会把一个 台湾国民得了传染病 就把他赶到岛外吧 把他丢到太平洋 或台湾海峡吧 不会吧 对外国人来讲 你就不能这样做 所以我们会用这个 这只是一个例子 甚至来厌运 对 我们是用 Rifle justification 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我的经验 绝大部分的案件 都可以获得一个 比较清楚的澄清 什么叫做 我们对外国人 不该有差别待遇 是 老师像这次跟许多前辈 像前一阵子 来到我们节目的陈律师 是 那发起了 台湾公民人群联盟 对 那这一次这个联盟 像陈律师那次是来谈 跟检察官改革 有关的议题 那老师这一次 是不是也会想要 在这个联盟里面 去谈一些 比如说劳工议题 性别议题 是 这些其他人群议题 老师会觉得 我们这个联盟 会是人权议题的 串联者吗 应该说台湾公民人群联盟 叫TCLU 台湾Civil Liberties Union 它是仿效至美国的ACLU 我们台湾的T 台湾 台湾ese 就把它换成American 美国的 美国公民人群联盟 最早是来自于 个案救援 那个个案通常是 受害于国家公权力 但在法庭上 无法伸张 或根本被阻止在法庭之外 各位可以想象 在美国早期 最有名就是 黑人民权运动 就separate but equal 的这个 那公民人群联盟 当然我们就可以知道 个案往往来自于 通案的反应 的结果 对不对 个案往往来自于 制度的作祟 所以美国公民人群联盟 也当然慢慢把触角 延伸到 例如制度面 那也当然会从 我们刚刚谈到 受害于国家公权力的 司法面 慢慢扩展到 其他的面向 对不对 某程度 台湾公民人群联盟 也类似 我必须说 我们一开始的想法 比较是 想要聚焦在 个案救援 所以律师 就非常重要 律师要很重要 那司法 显然是重点 对不对 那不管是 某种社会 弱失者在司法上的困境 还是司法 利用者 例如被告 本来就存在的某种困境 这都是我们关心的 像刚提到 这个陈文祥律师 比方说对于 检查官制度的改革等等 他就比较是一个 普遍司法制度 司法使用者碰到的 障碍的问题 对不对 最主要的 至少目前为止的工作重点 比较局限在司法人权 但我们非常乐意 也希望未来有一个 比较大的进展 是作为很多 公民权议题 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那一些 的一个某种平台 不管叫做串联 还是由我们 作为一个主要的发生者 我想我们都非常乐意 必须看 未来特定议题的特定条件 当时想要发起这个的原因是 特别想要做个案救援 是有看到什么样的个案吗 应该说看到太多 司法体系下的个案 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 检察官问题 我们法界有一句标准术语 叫做司法独立检察一体 台湾今天比较变成 检察独立司法一体 它是一个倒过来的 检察官的滥权 必须这样讲 检察官的滥权 是过去20年台湾 所谓的司法界 因为检察官并不是司法 检察官只是一个行政 它是一个特殊的行政 代表国家追溯 它并不是真正的 站在一个所谓的 中立地位裁决者的司法 它并不是 但它代表国家追溯 如果你给检察官 过多过当 而对他的某一种滥权 不加以节制 就会产生一些 我们看到的结构性问题 比方说 某一些特定的犯罪 起诉率跟定罪率 差别极大 这是一个例子 各位想象 被告深深消耗在其中 最后得到的无罪判决 是一个辞来的 也许再也没有意义的正义 对不对 当然我们必须为检察官说话 台湾一年有几十万件刑事案件 检察官只有一千多人 平均每一个检察官 我们的一千多人还是总数 你还要扣掉检察长 还要扣掉不办案的主任检察官 你还要扣掉那个指令庭的 不争办的 你还要扣掉高检署的 你还要扣掉最高检署的 各位 平均每一个检察官一年 单单一年 新收案件超过一天一件 你要怎么强化它的品质呢 我们联盟的发起者会认为 很多检察体系的问题 出在检察官太辛苦 他没有办法有好好的余裕 好好的心思 去好好的办一个案子 那这一些结构性问题 是我们这个联盟一开始 我认为发起人最大的共识 那也会希望透过个案去凸显那个问题 个案的救援是一个最直接 最立即的效果 相对于那个议题的倡议 比较困难 如果能够相互的搭配 引起社会的关注 也能够让至少在个案上的当事人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对待跟平反 那我们现在有哪一些个案吗 目前必须说还没有 我们有几个个案 有些个案当事人并不愿意去采取 对那我们必须尊重 那目前应该算有一个 真正已经开始在处理的个案 那是有关于毒品 是 有关于毒品 那这一位当事人目前已经在服刑 是一位很年轻的女性 我也不好在那边详述她的情节 如果容许我简单的讲 就是我多买了两包大麻 今天贵制也吸大麻 贵制正好说 我没有你有吗 我都有啊 那一包给你 我买多少钱 那你就给我多少钱 就这样判九年半 因为等于贩毒 我们对于贩毒的想象是像这样吗 日耳曼维新哲学家黑格尔 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 法哲学原理 法哲学原理的第一段 讲了一句有名的话 他说人不需要是鞋匠 也知道鞋子合不合我的脚 人不需要写法律 也知道这个法律好不好 各位我们从我们一般的 common sense去想象 我身上两包大麻 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 问我说 你有没有 一包先给你 你买多少 我买一千 让你给我一千 跟我们用重型准备伺候 去阻断社会上贩卖毒品 危害社会的各位觉得一样吗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脉络 但是确实现在 毒品危害条例 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个议题 有没有必要这么重 对 就是这个案例 应该要把它拿来跟 这些毒销卖毒 是 等量习惯吗 是 这朋友间分享 当然不对 因为吸毒的人 我们当然都是希望 大家要去治疗他 要去让他不要再吸毒 要去改变他 让他身体越来越健康 那卖毒的人 当然我们要去打击他 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这是一个 比较像朋友之间 有的时候抽烟的时候 也会这样拿一个烟给人家的行为 跟那个毒销卖毒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那就跟我们早期的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你不小心超速一公里 跟你飙车超速一百公里 只要你在前三个礼拜 缴罚款是一样的 后来大家当然觉得 这个不对劲 我油门不小心 忘了松超速一公里 跟你那个刻意飙车 限速六十公里 开两百多公里 我们两个罚的钱一样 大家觉得不能接受 才有后来修法 你会发现 大法官历史上 只要碰到情侵罚众的 都会认为违反比例原则 可是我们的法院 还在这样判 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历史脉络吗 我想就跟人人厌恶毒品 人人皆约可杀 刑期都很重 那刑期很重 对于某一些真正严重的 该当行为可以理解 那要这样乱套吗 我们必须靠这个来 维护我们的人权跟社会治安吗 我觉得是台湾社会应该要深思的 那老师你觉得我们台湾社会 还有哪一些重要的人权议题 或公民权议题 可能这个社会 我们平常比较少关注 可是我们可以利用机会 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 其实我想一个比较简单的切入点 就可以从台湾在过去几年的 施行法化的国际人权公约 就可以看出一些 比方说我们已经施行法化 所谓的儿童权力公约 儿童 儿童的受侵害 儿童 他是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 儿童是没有选择 只能服从权力者的 那跟各国一样 侵害儿童的一大半来自于家庭 一半来自于学校 我们要去面对他 例如身心障碍者 不是他自己有障碍 是社会为他们设下了障碍 那来自于 大家也都蛮关心的 移工的问题等等 人权是做再多也不为过 任何时刻都有人在 人权没有受到尊重 以及被侵害的困境跟黑暗中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 去关心的议题 也许从人权公约 如何让他真正变成台湾 不只是价值还变成现实 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切入点 也是我觉得台湾公民人权联盟 至少我个人的角度 未来可以多多关心跟努力的 我们可以努力把这些真正重要的人权价值 把它推广出去 我觉得当大家民众真的都理解 然后大家真的都接受 那久了久之 大家其实就会实践在日常生活里面 那真的大家都实践的时候 其实它就变现实了 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那我们就其实也距离那个就不远了 是 权力不只是价值 权力是一种必须内化的东西 我们台湾一定要学到 我今天愿意让行人先走 不是因为法律处罚很重 而是因为下次换我走马路 我也期待别人尊重我 一样是己所不欲 务失于人的概念 那是一种一个社会必须成熟到 我尊重彼此 在进行整个社会行为 不是单靠严刑俊法 不是只要在国家公权力 可以照到的地方 我才愿意守法一下 台湾必须脱离这个时代 我认为台湾还有一段路要走 直到走到那个时候 权力才会从单单的资本上 变成社会现实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家哈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公民权 这样子有关的话题 然后林家哈老师也跟我们非常讲 非常多公民权到这个基本权到人权 其实用非常多生活化的方式 让我们理解 其实这些人权这些权力 它其实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 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 而我们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 其实它其实并不难懂 也很好理解 但常常我们只是会觉得 它好像很高空 它好像很崇高 好像做不到 其实不会那么困难 就是我们一句话 就是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尊重我们 那我们就如何尊重别人 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们再次谢谢林家哈老师 谢谢 好 谢谢归智 谢谢大家